现在终于到了我们主角的底盘的结构 我们还是老规计从前面慢慢往后看 首先说一下下护板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跟第六代高尔夫是一样的 也就是不可以说称为它有护板 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短的 就这么半块一个塑料的这么一个材质 相比四代高尔夫 这个像是一个穿了内裤的人 这个像是没有穿内裤的人 开个玩笑 再往后下摆臂 它是真真正正非常单纯的 单层的冲压钢板的这种形式 厚度是一个3.5毫米 也仅仅真的是比某些的保险杠 要厚一点这种厚度 它仅仅是一个单冲压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夫四代 是一个双层冲压的结构 高尔夫的六代是一个多层焊接 当然也是冲压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焊接的结构 它的厚度是非常厚的 那七代高尔夫真的就变成了这种 成本最低的这种 单层冲压的下白臂结构 当然也是真的是意料之中 往后看 副车架也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说的 双层的一个副车架的结构 因为对于这种小型的车来说 都是一种单一的 这种相对比较简单的副车架 然后仰角 转向盘也就是俗称的仰角 它依然是一个铸铁的结构 当然对于这个级别的车 它还不配用铝的 当然说铝的一定是更好 这是无可置疑的 而且它的仰角的体积非常的小 可以说是非常的小 当然说通常情况下来说 这个部位不会受到过大的冲击 但是像这种这么小 这么薄弱的这种仰角的话 受到冲击的话 它的受损伤的断裂的这种 几率只能说会比较高啊 当然了没有人愿意去撞它 我说的是如果 如果发生的话 一定是太薄弱了 OK继续 咱们往后看 排序管在中央 也有相应的铝制的隔热啊 可以从这个就能看出来 这种的结构就要比 高尔夫六代要显得更饱满一些 因为它的后段的排序孔 放在了中央 而那个的后段 实在最后中间只有一根 是非常简单的棍儿啊 通在里面 非常的奇怪 那这个呢 就会看着 从视觉上面就会看着 会更饱满一些 两边有相应的塑料护板 底盘呢 也是有相应的喷涂在里面 所以说整体感觉 还是非常的平整 同样啊 刚才看到这有一根 OK这里 这有一根横的一个拉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冲压的片状的 那后面呢 看到了一个拉杆呢 是一个棍状的形致 那同样的还是有两根这种结构啊 这个是没有改变的 因为六代的高尔夫同样也是两根的拉杆 保证车身强度这么一个结构 那继续往后 说到这呢 我一定要着重地说一下啊 这辆车的排气管 这辆车是我们的一辆工作车 那它的购买的时间呢 是在14年 在14年左右 到现在呢 也仅仅是开了一个三年左右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后面的排气管 它的排气管已经绣成这个样了啊 无论你的车的环境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 无论你是可能会比较潮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你用了三年的车 绝对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出现 虽然它可能不会漏 但是绣长了的时间 绣长了以后 它一定会绣穿 只不过这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材质 我不是学材料学的 这我不知道 但我只看见了非常恶心的 绣迹斑斑的痕迹 如果有这辆车的小伙伴呢 真的去看一眼你的排气管 是不是也是绣成这样了 如果没有生锈 一定要想办法去做一些相应的这种防锈的处理 否则的话只会像这样已经锈的掉渣了 油箱没有相应的保护 但是这块有一个隔热的材质 也是要防止这个秀极斑斑的排气管的热度 重要的地方来了 后面的悬挂的系统 第四代高尔夫 它用的是一个像这样的 是一个用的一个连杆的一个技术 那第六代的高尔夫 它变成了多连杆的技术 目的是什么 是要为了有更好的操控性 就像我刚才在说第六代高尔夫的时候是这样的 你有了更好的操控性 你的后悬挂就会变得更复杂 那变得更复杂以后 所以你的后面的空间会变少 但是高尔夫七代这辆车 既没有享受到了你操控的这种悬挂结构 又失去了相应的后面的空间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根中央的一根桥 我们叫扭梁 高尔夫四代它也是这种结构 但它做的是一个双层冲压的 后面的一个扭梁的一个结构 单层的也许是比双层的更好 但我知道单层的一定是比双层的便宜 三往后下摆臂也同样是最简单的这种单层的冲压钢板 这个在三辆车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看看这里 这块地方是干嘛的呢 难道是为了装机油用的吗 你既然已经把悬挂设计的这么简单 那你为什么不把后面的空间给做的够大呢 其实只有一个解释 是因为这辆车其实从根根本本的时候 它是一个为多连杆去设计的 就是为了赤裸裸的降低成本 而换成了这种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扭力量的结构 这就是这辆车后悬挂最大的一个问题 它是改变了原先的设计 而变成了这种结构 其实就像早期的速腾的断轴是一样的 其实它速腾也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同的是这里在速腾断完轴以后 它们长了心眼了 因为之前是这块断 这块呢就像高尔夫的六代一样 它也是一个单片结构 但是六代它是一个多连杆 它这个力量承受的不是很大 那这辆车它非常聪明的换成了这种 非常粗壮的结构 是一个双层的一个结构 可以说是一个管的结构 它把这儿做得非常的结实 就是害怕这块再断裂 如果这块依然是像之前速腾那种 一个单片结构 高尔夫七代的后面的悬挂 不知道都断了多少次了 所以这就是这辆车一个 整个的底盘的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个设计 当然这不是新车 这些东西在网上相应也会查到相应的信息 我只不过说是又一次的让大家看到了 从四代到六代到七代 它们如何去一步一步的去坑你的 好 现在底盘以悬挂我们就拆解到这里面了 真的可以说这三代高尔夫悬挂的底以底盘的差别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以说从无论是300B也好 还是所谓底盘的护板 还是所谓的后悬挂的这种结构 那我们最后高尔夫妻的得分 满分40分 只有非常非常可怜的13分 因为它有很多用东西没有的 譬如说下午板是没有的 那后面的副车架是没有的 油箱保护是没有的 然后大部分的材料全部都是简单的 单层冲压或者是铸铁的那种材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怎么尽人意 那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那我们继续去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集说到里面的材质 那真的是已经看不出来是原厂什么样了 看到这儿呢 如果小伙伴呢 想对自己的车进行一部分隔音处理的话 纸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研究了一下 其实 我们下集完